今天二叔带我们来买这个旧的财宝来了 然后现在这爷俩在那边量尺寸的 看看多长的 够我们家的 这边是什么呀 那个材贩都是啥 6米来是吧 哪是6米那个 3米粒 3米粒 6米粒 这干白的我做的小米粒 搁这边边上去不去 这一共就几张啊 123456789 差不多好像9张二叔 啊 底下的不是啊 这是你画印这个 现在是早上8点 江南和爷爷他们在拉这个板子呢 因为这个板子太长了 都是8米多将近9米的板子 昨天我们买了这个彩板回来 都到了晚上的5点多了 喂完牛都快7点了 时间比我晚 然后天都黑了就没有拍视频 哎 江南 车里边有那种就是我 戴防太阳光的眼镜 要不给你拿了一个 上去挡眼睛 不用啊 不用啊 这些是江南刚刚结好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家库房 顶子上的板 然后有一面的 因为这个是旧的嘛 二手的彩板 但是看起来质量还不错 这还剩了这么一条 窗户下边 啊窗户下边是呗 因为这个彩板实在是太长了 我们昨天还特意雇了一台车 把它们拉回来的 刚刚给江南在车里边找了一个 我平时戴的眼镜 然后省着那个铁絮 会打他的眼睛 这有干活的 有给这玩的 扣土的 王一鸣 儿子 你咋不跟爸爸和太爷爷干活呢 啊 好玩吗 好玩 好玩呀 你跟太爷进屋吧 行不行 不行 跟太爷进屋吧 找点好吃的去吧 现在已经切好了24块顶板 然后这边有一块剩下来的 因为什么剩下来 里面有窟窿 看 这个板上好几块窟窿 然后这一块就准备用来上墙板 因为我们顶子上和墙上都要用这个旧的裁钢板 我已经把身后这些材板都割完了 然后这些材板应该都是我们那个就是去的那个村子里他们拆迁拆下来的 嗯 虽然旧一点但是不影响史 主要是便宜嘛 对吧 毕竟我们两个 开始创业这个资金不是很充足 然后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 只要它实用就好了 面前的这些材本都是我刚刚割完的 然后这个长度都是我们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这个房盖的长度来做的 4米3 嗯 不够 搁的这么多只够一大半吧 还缺个7块左右 缺6-7块 嗯 过几天还得去买 然后这个只是房盖上的 嗯 这两天我们还要陆续的去其他的这种拆迁的村子里去看一看 嗯 这个村子里已经没有什么了 就能用的基本都拉回来了 嗯 这种东西只能碰 对吧 能碰到合适的 然后你不用浪费太多材料 还省钱的 对吧 这个15块钱一米 新的要20多 234 所以还是挺实惠的 嗯 过几天陆续的再去买我们家这个 就是这个库房周围墙面上用的 那个要3米长的 就是3米6米9米都可以 回来自己搁一下就行了 最近我们这天一天明天暖了 就是夜间也基本不到零下 都是零度左右了 然后这个地面画得很快 这个坑也都快能够深了 嗯 虽然花还没有开 但是确实暖了 然后我们这个库房也快要开工了 当我们把材料备齐 然后就准备开工了 嗯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更新到这了 然后拜拜 我是江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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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